大家好,这是宝文典鱼,欢迎大家回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来一场WWE 2K17 也就是刚刚推出一款针对WWE摔跤的这一款游戏 那么这个游戏的演示赛将由我来使用魔鬼凯恩 来迎战伯亚特家族的黑羊和白羊 一挑二,一挑二的一场比赛 那么首先出场就是魔鬼凯恩 魔鬼凯恩非常的,怎么说呢 在WWE也算是一个传奇了吧,我觉得 算是一个传奇,所以我决定用他来一挑二 一挑二,黑羊白羊 黑羊白羊两个人 看看怎么样 那么WWE 2K17跟之前的2K16是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我给大家主要重待演示 看一看这个游戏到底有些什么变化 好,那么看一看 黑羊和白羊出场 那么当然黑羊也是这个游戏里新家的 WWE 2K16游戏里边并没有 官方并没有黑羊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但是在2K17里边有黑羊了 这黑羊的出场动作 这些都有了 黑羊和白羊出场动作 黑羊和白羊一起出场的话还有特殊的动画 比如像这个 他们一起出场 事实上 华雅特家族出场的话 都会一起出场的 黑羊和白羊 两个人在华雅特家族里边 是最厉害的两个打手 扛把子的顶尖的猛男 那么看一看两个人 要合起来 一挑二 二对一 WWE 凯恩应该 应该是有些力不从心啊 其实光黑羊一个人 就可以 完完全全有实力单挑 单挑毁灭兄弟 那么在比赛之前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在我的下方按钮点赞 谢谢大家 好 那么白羊已经摘掉面具 然后 然后就是黑羊 两个人 哇 黑羊果然是凶神恶煞 黑羊果然凶神恶煞 这个阶段 applied 有 我们就在这里 不是 所以 你 那个 我觉得2K17的画面更加细腻了 更加细致 我靠 居然抱不动黑洋 凯恩居然抱不动黑洋 凯恩这种快途抱不动黑洋 我靠黑洋 黑洋抓起凯恩就跟抓小鸟一样 我靠 黑洋 偷狠 赶紧下单 赶紧下单 我走你走你走你 好 漂亮 上台 上来了 打 哎呦 哇 白洋居然敢突袭我 哇 哇 哇 现在摩尼卡好像一点优势都没有 这个 看一看 哇 哇 他在挑战 他在角落里挑战 他在角落里挑战 绝地打 在你挑战 哎呦 我靠 看来这个 这一代这个 这一代这个旁边的辅助角色的功能增加很多 辅助角色他出拳频率 打你的频率很高 啊 这在上一代 还是少见 上一代 辅助角色比较傻 看来这一代的辅助角色比较 比较聪明 嗯 这还可以跟裁判有这个身体语言 能打裁判吗 应该可以打裁判 那上一代可以打裁判 但是 嗯 不太容易去打 不太容易打着 我靠 踹我老二 敢踹我老二 我靠 又换白羊 我 换了 完了 我靠 我靠 我跟着下单 跟着下单 太忙了 太忙了 确定确定 确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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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尼木 干尼木 开单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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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这回凯安 重伤啊 被打成二等残废 水利的 赶紧上来 嗯 我想上台 没想到爬在这上面 棒 好 一尸二鸟 一箭双雕 我靠 这么一下就能把裁判给创倒啊 太太搞了吧 裁判晕了吗 嘿 这什么情况 我靠 我靠 起来 我 我 这什么情况 完了完了 坏了 凯安 被虐 一直在被虐 被虐 长打 这么长时间 都被换手之力吧 都被换手之力吧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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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降服 好像比 我靠 他降服比上一代 还要 还要灵敏 哇 看来 这个 这一代 跟上一代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操控方面 各方面 虽然 嗯 虽然操控 好多的剑 都是一样 但是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啊 黑洋白洋营了 对 你正好 我愿意那是他 而不是你和我 而是你和我 在那招牌 有几个东西 比你招牌 再加上一场 再加上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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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